周杰倫近期正忙于巡回演唱会 每一场演出门票都光速受庆 他说是一票难求人气相当火爆 没想到近日传出有网友想替过世的妹妹 到了场看演唱会 却遭到售票系统网站拒绝 当世人王先生表示妹妹买了周杰倫6月1日 在长沙的演唱会门票后 不幸在5月10日离世 他希望完成妹妹的遗愿 因此到售票网站 先请更换官演人 然而他按照网站的要求 提供了妹妹的死亡证明 消互证明等最后还是被拒绝 网站甚至要求妹妹本人前往 让他直呼傻眼 不少网友怒批 网站一点人情味也没有 不能破例通融一下吗 要是本来就不能换 为什么还要要求提供相关文件证明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 相关规定本来就是为了杜绝黄牛 要是这次真的开了先例 未来黄牛恐怕有机可乘 而且售票网站是做生意的公司 不是慈善机构 认为这样的举动完全没问题 而售票网站于21日晚间 发文针对此事发生 通路客服人员在沟通过程 没有正确理解王先生的意思 死板的处理过程 再次伤害到了王先生 对此感到深深的抱歉 目前正在努力协助沟通 希望能帮助王先生 完成妹妹的遗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臣子 售票员在二 杜织